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统胜月颁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继续有效 特朗普夸赞这场大胜 只是,他要兑现铸造南部边境隔离墙的竞选承诺 仍面临不少阻害 反水不够14民共和党籍众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 投票支持推翻总统奉决 只是,表决结果为248票赞成 181票反对,没有达到推翻奉决 并所需三分之二多数,即至少290票赞成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感谢众议员共和党人今天团结一致 就边境一体取得大胜 他再次借机制任民主党主张 敞开边境门户,迎接毒品和犯罪 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 承诺也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建造隔离墙 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声称要让墨方承担费用 他要求国会通过包含57亿美元住墙费用的拨款法案 民主党人强烈反对 这一争议导致联邦政府部分机构 去年12月下旬,至今年1月下旬停摆35天 为避免政府再次停摆,民主,共和两党 2月11日达成员合信协议 同意国会为助墙拨款13.75亿美元 只是,这不足在朗普索要金额的四分之一 促使他同月15日宣布南部边 竟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以照顾国会正常拨款程序 调用国防部部分项目经被用于助墙 国会众议院2月26日,参议院3月14日通过决议 要求中止紧急状态,迫使特朗普行使总统奉决权 要推翻总统否决,需要参中两院至少三分之二赞成 反调降格众议院共和党员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反水 或许人于司法部两天前向国会通报通额调查所获结果 澄清特朗普收到的部分怀疑,按照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24月在调查报告账要中的说法 主持通俄调查的联邦特别检查卦罗伯特米勒 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中 任何人实际与俄罗斯政府共谋或协调 以期击败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林顿 路透社解读,这场政治胜利 令共和党员难以救助墙的一系列事宜 与特朗普畅反调 众议院表决是否推翻特朗普否决前 共和党籍众议员唐鲁克尔说 尽管通额调查和筑桥明显不相关 特朗普因摆脱部分嫌疑而实力壮大 好感度提升,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美联社报道,民主党人虽然在表决中吃败仗 但借机强调与特朗普的政策差异 改变主题,放弃拿沙山域大检的通俄 只愿做文章,希望在2020年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中 利用紧急状态争议攻击特朗普和共和党对手 缠斗转场中 医院议长莱西佩洛西和中之紧急状态决一起草人 另一名民主党人华基卡斯特罗26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承诺继续完成常规拨换程序 以终结特朗普的危险行径 反对者认定,特朗普颁布紧急状态令 未犯宪法,企图扩大行政权 拨读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决定 如何使用财政拨款的权利 支持者说,特朗普行为合法 依据是1976年 全国紧急状态法 历任总统共计数十次宣布紧急状态 佩洛西在声明中暗示 众议院可能在六个月后再度表决 寻求中指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 国会可以每六个月讨论一次 是否叫停紧急状态 阻止紧急状态的战场 将暂时从国会转向法院 美联社报道 特朗普可能无法迅速投入经费用于筑桥 原由是紧急状态令触发多场诉讼 审理或许耗时数年 美国是六个民族党执政的周上月 联合提起诉讼 执控紧急状态令违宪 希望法院禁止他生效 另有四个周一本月加入远告房 佩洛西认为 众议院没有推翻特朗普奉决 但表决将为联邦法院审理相关诉讼 提供重要依据 作为诉讼亲头人 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赛拉 在众议院表决后说 这些州愿意久战 苦战 阻挠特朗普捏造的紧急状态 完 新华社专特导关键词 美国众议院 United States House 唐 纳德特朗普 Damard Trump 优优独特朗普 承认 杳北 中文在 速 fulfilled 没 描述 电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